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一集的椰康种植者 从补种新的草莓到现在有一个多星期了 这些草莓的情况都已经稳定了 然后开始长了有新的叶片 有几颗草莓的花孤朵都出来了 比如说这个天使AE 能看到这个新的花孤朵 这个淡雪也是 而且这个大部分的草莓 它都已经开始有这个铺附近了 比如说像这个隋珠 看它从这里长出来一根 自己钻到了这里面 给大家看一下 用不了多久的时间 然后这个地方就会长成一个新的小的草莓苗 同样的这一颗圣诞红 它也是开始往外钻了 包括这个最昂贵的淡雪也是 照这样的势头看 过不了几个月的时间 我应该能够培育出很多的草莓苗 来满足接下来种植的需要 我楼上的这个种植空间的其实相对也有限 没受到的影响很大 最早发现这个叶满的时候是在几天前 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它这个叶片上出现了这样一种白色的很小的点点 这个时候如果你翻过来看的话 仔细看能够看到很小很小的这个小虫子 最好是用放大镜看得清楚一点 我这里配一张图片 当我发现这个叶满出现的时候 第一时间我就赶紧采取了应对的措施 但是很遗憾的是 即便是我严格按照药品上的说明 还是出现了一些烧液的情况 就比如说像这里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叶片受到了损伤 这个淡血也是有一点 每一颗仔细看的话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 我喷的这个药叫做石流合剂 是一种相对安全的 用石灰和硫磺熬制出的一种有机杀虫剂 我呢因为之前没有用过这个杀虫剂 所以我按照它上面的说明 也就是1比150倍的稀释量去喷湿 然后结果呢在第二天就出现了这个病害 不过呢我用同样浓度的这个石流合剂 对旁边的这个月脊花进行了一些喷湿防控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月脊花并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呢 我就赶紧用更多的清水把这个叶片给冲洗 尽可能的把这个药液给冲淡 不过呢还是出现了一些不可逆转的 对叶片造成的损伤 所以如果大家准备用石流合剂来控制叶满的话 最好是把它的浓度稀释大一点 我还不太确定这个具体的稀释浓度是多少 但是我的建议呢是先从1比1000开始 如果草莓没问题的话再逐渐增加到浓度 我估计稀释500到1000倍应该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区间 也欢迎大家实验一下告诉我这个使用的结果 然后就是回答网友提问的问题 就是用纯椰康进行种植 植物长得不好是什么原因 那么最可能的原因呢是你没有加肥料 椰康这个东西呢它是很干净的 自身呢基本上没有这个养分 但是它的这个透气性啊 持水性都很好 给植物根系的生长呢提供了一个空间 这个就好比呢给一个人准备了一个很高级的床 但是人呢需要喝水需要吃东西 植物也是这样的 如果给这个椰康种植的植物呢 只给它浇水 而不给它补充生长所需要的蛋铃钾 钙铭铁 彭西蒙等一系列的营养元素呢 就好比让一个人光喝水不吃饭一样 过不了多久植物的叶片就会发黄 既长不了叶片又结不了果子 所以我们既然是做椰康无土栽培呢 就要配合营养液一起用 才能够让这个植物长得大长得好 我旁边的这两颗月季呢 大概是在一个多月前种的 也是采用这个叶康无土栽培的这个种植方式 它们长得很快 现在都已经开花了 这两瓶呢是我在用的 让公司寄来的这个无土栽培AB营养液 它这个用法也比较简单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是两升的浇水壶 然后按照这个说明 先摇一摇 然后倒一瓶盖的A液 然后再摇摇第二个瓶子 再加入一瓶盖的这个B 小心点不要洒了 最好再搅一搅 然后这个配好的营养液呢 就可以直接浇灌植物了 浇的时候呢 对着这个植物的根部 然后每次浇慢慢的浇 直到这个浇透 有这个排液产生为止 不过我这个系统呢 是自动化浇水的 我在这里安装了低头和低贱 营养液呢 是事先配好的 在这个桶里面 但是要是提前配营养液的话 最好在三天之内用完 因为如果时间太久的话 它会产生这个结晶 因为在这个家里 种一点点花 再去买一个专业的施肥器 就感觉有点滑不来了 所以我觉得呢 如果是种的不多 其实手动浇水呢 是完全可以的 这些剩下的营养液呢 通常是浇花了 比如说浇到这个 没人管的这盆茶花上面 这对土栽植物来讲呢 都是非常高级的养料 好的 我们把这个桶再稍微冲洗一下 然后再配新的营养液 然后把这个A跟B的营养液再倒进去 然后再搅拌一下 好的 这样就给植物准备好了充足的营养液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